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装我已经拆开了 然后里面就是套着一个白色的布袋子 是一个粉色的 我选了一个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logo在这里 它的外观是这种有条纹的 然后这里有它的一个小小的logo 底下是黑色的外向轮 然后打开看一下 然后它的锁是在这里的 里面还挺大的 然后这边是两个袋子捆着的这种装东西的袋子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的袋子 然后这边是就是一个拉锁的大袋子 我觉得还挺好的吧 那我为什么要买个行李箱呢 你们一定很好奇吧 原因就是我要回国啦 那因为之前爆发疫情嘛 也没有着急说回国 然后但是现在就国内疫情好转了嘛 然后正好我闺蜜又想把它的婚礼办了 所以我一定要在场 然后所以就决定回国参加它的婚礼 然后结果呢 我刚就是找到了票带千方百计的把票订好之后 北京又复发疫情了 就是这么的不巧 所以呢 它的婚礼还是延期去办理了 但是没办法 我票已经买了 所以还是决定按照原定计划回国 然后正好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国了 我上次回国应该是17年的夏天 而且还只待了一个月就赶快上Summer的课 所以就是还挺期待回国的 正好有这个机会陪陪家人啊 然后看看朋友什么的 就还挺开心的 所以我就是买了它 因为我以前的箱子可能是因为用太久了嘛 总是每年都在飞 然后用它就是所会有一点问题 然后所以我这次就是换了一个这个大的箱子 而且是粉色的有没有超级少女心 准备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回国 因为北京爆发疫情了嘛 所以我也没办法落在北京 还是应该大概是落在上海 然后在上海隔离完14天 然后没有问题再飞回北京 超级期待 那希望我航班一切顺利吧 我们北京见 现在呢就是已经到达了 上海的这个隔离酒店里了 然后开始了我长达14天的隔离生活 那我也想借这个期间给大家说一下 疫情期间回国的一些流程和注意事项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呢我想说 如果你现在准备回国或者即将计划回国的话 你一定要提前14天开始填你微信程序里的国际健康码 这个健康码呢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连续申报14天 就会有一个小飞机的图标 然后而且它是动态的 就是它以防你拿别人的截图去登机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填够14天的健康码 我个人呢是设定一个时间之后去上一个每天的闹钟 这样可以很好的提醒你不要漏甜 下面呢来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航班的问题 首先我的航班本来是洛杉矶飞法兰克福 然后法兰克福再飞上海的这么一个航线 第一程我是定的是汉沙 然后第二程是东航 本来是这个航班 然后但是呢出发零四天的时候 就我微信那个通过买票的票带跟我讲说 我前去航班推迟了一天 就等于前去航班自动改签了一天 导致我赶不上后一班的行程 好在是有一个同一天稍微早一点的 旧金山的航班是非德国法兰克福 然后并且是日期刚好时间可以赶得上的这么一个航班 等于最后我是从洛杉矶飞旧金山 旧金山飞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再飞上海的这么一个航线回国的 真的超级不容易 而且因为提前了一整天 导致我最后收行李 就是出租车已经到我家门口 我还正在装箱子那种很紧张的收完了整个行李 并且赶上了飞机吧 关于行李呢 我的行李是从洛杉矶的第一班的那个航线 就整个直接直挂到了上海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转机的状况 可以打印一个后续航班的行程单给你出票的人员看 然后他会可以跟你联系怎么就把这个行李直挂到你的最终目的地 所以我中途是没有去行李的情况的 不过我每个行李都超重了 最后付了很多罚金嘛 然后但是还是直挂到了上海 那整个转机过程呢 洛杉矶跟旧金山的机场人非常的少 从来没有见过美国的机场有这么人烟稀少的感觉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人然后想吃什么喝什么就很方便 但是到了德国以后呢 首先就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去转机场 但你不用出机场 但是你要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转去东航所在的那个机场 然后大概走十分钟之后就会路过一个安检 就等于在德国你要是转机是要重新管安检的 所以大家如果带登机箱 千万不要再买什么东西了在中途 出了安检之后呢就有一个麦当劳开着 还有一个就是德国那种咖啡开着 让你可以吃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德国的免税店是开着的 然后我也小买了一下 因为我转移时间只有三个小时 在这三个小时里我要完成取机票逛免税店 然后吃一点东西 然后三个小时之后 我终于登上了回祖国的航班 整个机组人员呢全部是全套防护服 然后防护面罩 觉得他们真的还挺辛苦的 但我个人呢是没有穿防护服的 因为我觉得一是没有这个必要 还有一个就是就飞机上真的非常的闷 你下飞机上飞机都是要测体温的 口罩我是上飞机戴的N95 然后在下飞机在机场转机的过程中 戴的是普通的应用口罩 还有就是随身携带消毒纸巾消毒喷雾 最后比空目镜我觉得没有必要 还有洗手液免洗洗手液要随身戴的 然后我自己还是戴了个帽子 然后大家可以就看情况携带吧 我还戴了退黑素 因为我转机的过程很复杂嘛 等于是转了两个国家的时差 所以我就戴了退黑素 我等于是一上飞机 然后我就吃退黑素就睡觉 然后刚好睡醒就是能调到这个国家正常的时差吧 我觉得还挺推荐大家可以就带个退黑素吃一下的 就整个过程没有那么疲惫吧 因为如果你要是真的如果不睡觉 连周转这么倒三趟飞机 正常人都会受不了的 所以一定要迫使自己去休息 迫使自己去睡觉 然后你才能撑过漫长的转机 还有呢下飞机之后 你还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关卡 休息一定是很要到位的 还有就是我戴了自己的水杯 就像就是这种 可以有一个像西瓜似的东西 这样你喝水 就是即使戴着口罩也可以偷偷喝水 就没必要渴着自己吧 那到了上海之后呢 首先就我们是要填一个扫码的表格 然后填上这个表格之后 就确认每个人都有这个表格 再分批下飞机 那下飞机之前呢 我隔壁的人被叫起来 就先要先下飞机了 然后当你心里着慌 我想说他是怎么了吗 后来好像就是随机抽查吧 好像是随机抽查一些体温高的人 就是让他们先下去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即使你穿了防护服 也不要让自己的体温过高 不然有可能会被重点排查什么的 最后就是分批下飞机 然后下飞机会走专用的通道 然后去一步一步的跟着这个行程走 那第一个形成基本上就是扫你那个上飞机填的那个码 然后第二个形成就是测体温 接下来呢就有专门的一个小小小的隔间 然后让你进去里面有一对一的 就是这种像是问答的这种环节 问你最近都去过哪里呀 然后在哪个国家呆的什么之类的 就基本上跟你健康码的一些问题差不多 然后你会签字 他会给你一个同意去检测 核酸检测这个书 然后那个人呢 他就会根据你的回答 就是去过哪些城市去选择你 就是相应做的检查 那我个人呢 他因为知道我是从美国回来的重灾区 然后还有就是德国转机 所以他给我画的就是烟和鼻 口腔一次 然后鼻子一次 然后接下来就是拿着那个去检测的工具 然后继续往外走 走到一个机场外面的小搭建的房子里 去测鼻子的核酸检查和喉咙的核酸检查 那测完了之后呢 基本上就可以出去拿行李了 那整个核酸过程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还可以接受 鼻子的这个呢 就真的是没有那么痛 但是很酸爽的感觉 咽喉的就是我也是一直有恶心的感觉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测完这个核酸呢 就是出去拿自己的行李的过程 然后出关口 整个过程也是就是大家很有序 然后就排队嘛 就出了关之后呢 他会跟你你是哪里的人 然后来分配那个去酒店的大巴 那我是因为我是北京 我不是上海本地的 所以我就是被分到那个就是外地 外省的那一区域去做大巴 然后就是等大巴 然后他等大巴的时候 会把你的护照都收到一起 确认每个人的护照都在这个大巴车上 然后最后到了酒店门口 再把护照重新发还给你 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跟着 当官人员的指挥去走就好了 基本上我走在这个流程呢 是大概五个小时的样子 就是从你下飞机 然后到一些些的检查到最后 你到酒店之后大概是用了五个小时 整个过程还算很顺利吧 就虽然我临起飞的前四天出现这种状况 但是最后好在就是结果是好的 我也赶上了机飞机 然后我也安全的到了这个酒店隔离 给大家看一下我转机的时候买了什么 首先就是买了一个这个巧克力 然后它可能就是类似像是盲盒巧克力的 这么一个给小孩的吧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打开看一下能够抽到什么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蛋 你看里面是这样的 就这样 然后你晃动是有声音的 我把它打开 然后这里面就是这个 有一个这个壳 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个啥呀 哦 哦 是那个海赖吗 海糖 尝一片这个巧克力 嗯 还是那么好吃 然后来拆一下这个护肤品 这个是我在免税店买的这个 嗯 蓝蔻的精纯眼霜 嗯 这个是哦 这个是那个绿宝瓶 这个我还没有用过 第一次买来尝试一下 我朋友跟我说还挺好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的万年回购蓝麦金萃水 没了 然后这些差不多就是 三百九十九欧元 我也不知道划不划算嘛 反正这些都是刚需 就是肯定会用到的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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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